大家好,我是一样 随着年龄的增长,新陈代谢变慢,导致脂肪容易堆积 尤其是腹部,会出现肚子大的情况 很多都是躲在身体里的内脏脂肪导致的 这期我们就来分享一个在日本非常火的内脏减脂操 它主要是通过刺激内脏的喷骨肌底和腹横积 让内脏调整到正常位置 达到促进血液循环,提升代谢,缺掉内脏脂肪,达到瘦身的效果 这套减脂操一共有三个动作,这期我们分享第一个 首先站立,右脚迈过左脚,两腿交叉 将两臂伸出,抬起至胸部位置 手掌打开,手背贴手背 两腿交叉,臀部收紧闭合 这样可以刺激从骨盆下方支撑了内脏的骨盆底肌 同时收紧小腹,这就是动作的起始姿势 小腹收紧,可以刺激到腹肌最深处的腹横脊 这样一来,内脏就可以调整到正常的位置 接着吐气,像往后坐椅子一样,慢慢下蹲 将双手肘弯曲,反转双手,让掌心向上 然后吸气起身,回到起始动作 就是在继续重复这个动作 下蹲时动作又缓慢 下蹲到最大幅度,尽可能地夹紧夜下 手肘穿后上方台 动作重点就是小腹收紧,两腿交叉贴紧 呼吸返回,回到起始姿势 现在很多人由于长期的熬夜和作息紊乱 内脏经常出现疲劳的情况 所以在瘦身上可能周期比较长 可以考虑通过增强内脏功能 加强内脏周围的肌肉群来提高运作效率 左右两边各做五次 接下来换另一条腿 将左脚迈过右脚 两腿交叉,做同样的动作 这样每次各做五次 每天做一组 练习的数量和运动幅度 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调整 记得在做动作的时候 始终要保持腹部收紧 两腿提合,要尽量下蹲 最低可以达到大腿地面平行 停留两到三秒钟 然后返回 这套动作非常简单 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 也没有场地的限制 在空闲的时候 就可以这样练一练 好了 这期视频就放在这 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杨 咱们下期见